在此我代表公司经营团队 向股东们致上万分的歉意 翁雪红亲上火线道歉 但还是救不了股价 9号宏达店开盘后就跌停所死 最后就收在跌停价75.3元 无力回天 而这已经是宏达店 本周吃下的连两根跌停 领导人还是要看他的品格这样子 千万不要像宏达店一样 这么多土都那么气愿他 结果公司跟股价就让他 伤透了股东的心这样子 小股东忍不住要酸一下 但奇妙的是 融券余额从5月29号的5614张 到现在已经超过1万张 空头不但不补 反而从上周收盘的8000多张 增加超过2000张 甚至外资8号还买超宏达店 1474张 其中美龄占了最大宗 我个人觉得他觉得 宏达店应该还是有一些品牌的价值在 放空的部分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对宏达店的基本面非常清楚 他觉得宏达店未来翻身的机会不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种很可能他真知道 这一次宏达店可能要调降猜测 而且动作很大 摩根士兰利甚至有分析师 下修宏达店目标价 估计还有32%的跌幅 宏达店噩梦何时能结束 投资人都想知道 三列宇宙兵地想看不到